要彩礼吗 要彩礼吗 彩礼是这样 我有个六七万块钱的外债 如果不跟任何人在一起 我希望他把这个外债能给我还了 不要彩礼 继续彩 要彩礼 要彩礼的余虑又不行 对 滚蛋 时髦大妈来相亲 张口就跟老头要六七万彩礼 气得大爷当场就小嘴抹了命 今天的相亲可太近暴力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是不是持抱强持叔啊 哎呀 你好玩叔 持大爷今年六十三 有房有车有的穿 每月老保三千一 专制各种吹牛逼 别看大爷长得帅 离婚二十多年都没人爱 为了尽快脱单 大爷一次性报名了多档相亲节目 别问 问就是小王把搬家憋不住了 我真的明天去录像 我去录像 录啥像 就是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是黑龙江的那个相亲节目 是吧 也报名那个了 然后也报名我们节目了 对 他明天十二点半 找一个叫我去 看来就为了找老伴 找好几个相亲平台呀这是 找了一辈子也没找到 光撒网多捞鱼 恨不得直接去挖渠 荣荣月照我心 找个老太抱着亲 大爷那是蚂蚁的腿 蜜蜂的嘴根本闲不住 他找老伴的原则就一条 如果千层了 往往都有鱼 未来必有一条大简体会落到他网里 这你自己写的啊 啊 这是我去年写的 往哪写呀 放在哪呢这个 工人日报 要我 报纸啊 啊 你通过这么多平台呢 对啊 真是憋着小便去南极 骚气到了极点 大爷这一波属实是太溜了 就连打压上帽都盖不住 他头顶那闪闪发光的智慧 但凡屏幕前的你能有大爷一半积极 你也不用成天偷骂那个 竟给你介绍丑女的二与一 那么话又说回来 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心急的找第二春呢 那为啥这么着急呀 找不着合适的呀 现在能动啊 不能动咋中啊 谁给你倒水啊 谁给你做饭啊 他有病谁给你打120啊 谁给你收尸啊 你没到年龄 你到年龄你就知道了 那个那个那个害怕 那个苦 耗子跳悬崖 冒充什么蝙蝠侠 说好听点大爷是想找个老伴 说之白点 就是想聘个能端茶送水的老伴尖宝 但即使是这样 大爷的要求依旧是不老少 农村城市是不限制的 就是55到60 61、62岁 不要太高个子 叫瘦一点的 不喜欢饭 瘦一点 嗯 多少斤算瘦 不能超过105 太放肆健康 有钱难卖的老来瘦 我是全国包邮 我是全国包邮 什么意思啊 我可以去他家住 他可以来我家去 全国都可以 对 年纪最好55 精通家务性别母 身材苗条长得瘦 我就带你去吃肉 大爷啊 不能因为你性质 就真把自己当唐僧了 那女儿国国王 还有点婴儿肥呢 而在听完大爷的遭遇要求后 小红娘立刻就展开筛选 最后发现眼前这位姓周的大妈 哪哪都合适 周立娟周姨 是吧 哎呀 来 周大妈今年58 身材美貌一把妆 体重105斤 气质有点像那婴 就大妈这颜值 鲁智身健的直接跑去当主持 哪个老头见了不迷糊 多的不说少的不老 赶紧安排二人见面 真是苍蝇丁菩萨 有点没人味啊 仅仅只是和大爷碰了一面 大妈就吐槽对方长得老 也不知道大妈家里缺不缺镜子 五十不孝百步 纯纯多余了哈 我身上啥情况呢 我家老爸去世的 去世快三年了 我没有老宝 我的医保呢 就是农村合作医疗 也没有什么存款 有房子有地 都是在农村 说白了 大妈也算是个正儿八经的三无选手 这边大妈正娃娃有劲的 介绍自己的情况 那边大爷的脑子 却如同小铁勺 胃母猪根本不够用 于是她直接从包里 掏出一本笔记本 做起了快速听信 好机性不如烂笔头 找媳妇就得靠笔油 听着大妈的阐述 答应那是老太太学 任子完命的心 生怕记录了其中一条信息 就没法跟于堂里的 其他老鱼做对比了 一个人快活 两个人生活 三个人你死我活 大爷你整这么多老太太一起相亲 多少有点太危险了 虽然大妈从第一眼起 就没太看上大爷 但俗话说的好 只要存值的数字足够大 对方是二师兄照样赶架 为此 大妈也是打破脑袋 拿扇子扇豁出去 直接提出了一个离谱的要求 如果像你来这边生活行不行啊 来这生活你家有房子吗 我没有房子 这边要买房子吧 也挺便宜的 就是像买个两只一厅的房子 也就二十万左右 十多万块钱 二十万块钱 基本上就能买个房子 我滴个苍天啊 大妈你是会呼风还是会坏 给你一口大顶你敢不敢去 你是有三头还是有六臂 听你说话我载一肚子气 张口就是二十万房子 麻将牌顶天也才九万呢 大妈这说的不是人话 是神话 不可能 你接受不了 对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再说二十万 为啥 你不刚才全国包邮吗 对啊 可以 我也根据自己实际水平啊 经济情话 那不就钱不能都花到那时候 那要花到将来你有大病的时候 你老的时候 需要人的时候 需要找保护的时候 听完大妈的要求 大爷的脸直接黑成了煤油 而见此情形 大妈也是赶紧为自己找不起来 就说要你在这边买房呢 只是我顺带问的 这个不是主要的 这也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世卫知己者装死 女卫悦己者整容 见到大妈这么快就改口 大爷的态度也瞬间柔和不少 接下来就到了老铁门最爱的谈彩礼环节了 大妈你提的条件都快赶上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了 那后腿肉才多少钱一斤 人家大爷凭啥给你还那大几万的饥荒啊 是凭你会幻想 还是凭你真敢讲 而在听完大妈提出的要求后 大爷那是寄居血搬家 实在绷不住了 他有外债要还 跟你说那一百个九十九个都不成 少废话 跟那人说少废话 不要采礼 大家继续谈 你要采礼 要采礼的余虑都不行 对滚蛋 都不是真正找人过日子 钱是一味良药 具有让人明目张胆的功效 大爷 不给钱不要紧 但骂人就有点掉价了哈 眼看着大妈是白娘子和熊黄酒露出真面目 大爷索性摊牌了 非留直下三千尺 送你一张再见纸 这个 恕我直言啊 这个事不太好办 东北有人 跟你说直爽 有啥说啥 别耽误人家事 他也别耽误我事 行 行 那个 我知道了 他就是 就我这种状况呢 他办不了 节目最后 二人的相亲还是以八笔Q搞中 那么对于本期的这对男女嘉宾 老铁们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见